近日,广受喜爱的医药记者 健康节目主持人豆豆妈咪在其粉丝专页 豆豆妈咪健康生活家宣布将永久停更 拥有近20万粉丝的她 已分享各种日常生活小妙招 清洁技巧,收纳方法及料理心得而闻名 此消息一出,在网路上引起了一些讨论 豆豆妈咪不仅是二位儿子的妈 更是很多家庭的生活小帮手 她的教学影片总能提供最实用的建议 不少粉丝表示 这些生活妙招大大提升了她们的生活品质 对于豆豆妈咪的暂停更新 粉丝们纷纷留言表达惋惜 急期盼她早日回归 豆豆妈咪也在停更粉专前的最后直播 忍不住落泪 目前尚未有明确消息指出她此次停更的原因 但不少粉丝猜测与其经纪公司有关 豆豆妈咪在她的心粉专写道 之前的我们受限太多 不能提及跟公司解约的妈妈 像是姨妈 小雨妈妈的日常六宝妈九十四末 发文不能说经纪公司的坏话 不能导流到自己的社团 IG未经公司同意不能随便贴连结 不然有私下图利特定厂商的嫌疑 我每次发文心中都有一个声音问自己这样有违法吗 就连后台私讯和线动都被公司监控住 我回你们什么公司都会看到 相信就连现在我还是被某些特定人士监视着 也有网友在低卡针对这件事说到 个人觉得这家公司有问题 因为不止豆豆妈 还有其他妈妈深受其害 但因为合约没办法讲明 公司好像还私自将名字拿去注册了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再使用的关系 其他网友也指出 豆豆妈咪因本人先注册了 才能在新粉砖沿用这个名称 曾在同公司的小雨 姨妈则被迫改名 目前没有明确证据证明上述说法 但可以推测豆豆妈咪健康生活加粉砖的停更 很可能存在不可抗的外力因素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e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